医学具现把它列为上品 历代帝王将它奉若仙草 它是古往今来明依眼中的珍宝 它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食物药 健康之路神仙之石山药即将播出 比起山药的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也许还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吃山药 那么大家都知道吃山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但是都有哪些好处 而且这个山药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 恐怕能够说出来的人就不多了 今天我们的演播现场特别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主任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 但是却被大家称为是神仙之石的山药 十一月下雪 庄稼早都收完了 地里也是光秃秃的 老乡们正热火朝天的 又是在做什么呢 开沟渠还是挖低道 哎 赶紧让小季带我们去看看究竟吧 大叔不好意思啊 打扰您一下 您这是干嘛呢 挖什么呢 我这次正在挖山药的 挖山药啊 对啊 挖山药 山药吃过不少 这挖山药可是头一回见 快出来了 不行 还伸着 还伸着呢 咱们看现在虽然已经露头了 大叔说还伸着呢 一直以为这山药是横着睡在地里 没想到它是竖着生长 大叔说成熟的山药 个个都有一米多长 想把它完整的挖出 至少也得花上三五分钟 我发现这大叔站在这沟里的时候 基本都已经摸了他的这半身了 好深啊 我要现在给大家跳进去 看看这个沟有多深啊 看一下 我现在站进这个坑里 估计真的把我摸掉了 不过这坑的太窄了 下不去了 看到了吗 你就摸了八个身子了 我还没有完全到地 所以看来这根山药 现在已经到我这了 非常值得期待 现在帮我拉上去 看到了吗 这根就是新鲜出土的大山药 这个山药可不是咱们在超市里看着那一段一段的 这有估计我看跟我的身高比一下 这是我亲自从地里拽出来的山药 我身高是一米六八 我估计这山药怎么着也得有一米长了 还有这一间 那这个应该是一米四的山药 这个一米四的山药 那是我挖出来的超市大山药送给你 像我觉得刚才鲜鱼华站的那个山药坑里 我就觉得最美丽的山药就是鲜鱼华 开玩笑 那么修长 刚才他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山药 鲜鱼小鸡专门从河南带来了 带到我们的演播现场 现在我来给大家拿一下 那么我手里还有一个山药 我来做一个比较 短粗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市场里可以买到的山药 那么这个是从河南交作带回来的铁棍山药 我请王主任 你看看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首先咱们你体会一下 这两个山药它重量是不是不一样 对 我觉得现在左边这个手比较吃劲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铁棍上 它就说重 质地它比较重 按理说这个更粗 应该是这个也蛮重 没错 所以说它营养价值应该说铁棍山药更好 对菜山药的营养价值偏低一点 在一个铁棍山药 它煮的时候做菜的时候不容易辣 所以有时候煮的时间长 这个菜山药都面了 都散了 这个铁棍山药它不至于 中医的入药也是用铁棍山药 就是说这个铁棍山药 叫淮山药 看上去好像是差不多的感觉 但实际上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而且不光是外形上 有一点区别 就是说这个价格上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菜山药的我们在市场上买大概是一斤两块多钱 这个铁棍山药的一斤要十块钱左右 就差的还是有好几倍了 那就是说 平常我们大家前面我也说了 现在吃山药的人很多 大家都知道吃山药对身体有好处 究竟怎么个好法呢 可能能够说出个一二三的人 不是很多 大家都知道山药这个词 或者说都吃过山药 但真正它的价值其实都不知道 很多人知道只是皮毛尖皮等等 但实际从中医角度讲 这山药实际补了人体的先天和后天 先天跟后天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这一说你可能听不懂了 比如说咱们中医讲 人体五脏六腑 五脏是哪五脏呢 肝 心 脾 肺 肾 可是中医认为这五脏中有一个肾 是先天之本 也就是说这肾管什么呢 管人体的生殖 生长 发育 整个的过程跟先天之本有关系 还有一个后天之本 后天之本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五脏中的脾 也就是人体的脾 跟西医讲的脾不是一回事 中医讲的脾是一个部位 它实际这个脾是管人体的消化吸收的 也就是营养的主要来源是靠脾 所以称之为后天之本 先后天山药都补了 怎么样年龄层的人都能吃 没错 山药它是叫什么横着种竖着长 山药其实应该在每年的二到三月来种植 横着种是用山药头到十月的时候才能采摘 也就是说到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 这时候正好是收获山药的季节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出来的 这个是山药长出来 这是山药蛋吧 对 就是山药蛋 有时候可能是咱们街头有看的那个糖葫芦 穿着呢 可能有这个 我还听说咱们铁棍山药 它那个山药种了一年 这个地就第二年不能再种了 再种可能产出来山药就不好了 它得歇六七年 七八年以后再种的山药才能跟 咱们今天种的山药一样 所以你刚才说说这两个山药的区别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为什么铁棍山药那么贵呢 营养价值那么高呢 它生长还是有周期的 在这个历史上啊 本草纲目等很多这些医学民众呢 对山药就是有记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山药是药食两用的良药佳肴 现代医学表明 常吃山药有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延延益寿的功效 因此山药又被称作为食物药 本草纲目记载 山药有益肾气 健脾胃 脊械力 润皮毛等功效 我国第一部医学具线 神农本草经 将山药列为上品 认为它有 普须除含热血气 长肌肉 就服耳聪目鸣的功能 公元前734年 诸侯魏环宫以淮山药进献周王 从那天起 一直到清朝末年 转顺2700多年 山药一直作为贡品 进献历代王朝 咱们说这个淮山药 为什么药价值非常高呢 大家可能我举个例子 就是六位帝黄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六位帝黄兰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它是补肾的 或者大人补肾的 或者男人补肾的 其实它是一个小孩药 在这里 很多人不知道 这六位帝黄 觉得都是大人用的 其实它是治疗小孩的 什么情况下 发育迟缓 信门补臂 就投入信门补臂 这种中医认为跟肾有关系 所以通过补肾 可以增强骨骼的发育 那就是说六位帝黄兰 里边一共有六位 山药是其中一位 而且在这里边地位非常高 也就是它是占据了很主要的位置 所以说山药来说 药物件就非常高了 在我们平常的 看病过程中 经常也给患者要开一些山药 老百姓吃了汤药里边 山药经常出现 所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 河南省武志县小董村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山药村 这里种植山药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 小董村的村民说 这里是董永的故乡 这山药是七仙女落户人间时 从天宫带来的嫁妆 她可是上天赐予她们的一件宝贝 山药村里种山药 山药村里采山药 在山药村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这里家家户户都吃山药 据说啊 在这个山药村呢 几乎每家每户都能做出来 变化多端的这个花样翻新的山药的菜品 那在这么多的村民当中啊 据说呢 这个老张家的张叔 做山药的是一顶一的高手 张友福 武志县小董村人 在这山药村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她 号称能做一百多道山药菜 山药段 山药片 山药丁 山药块 张叔 你这都准备给我们做什么菜呢 今天再去做十个菜 这个呢 切成山药刀 这个做这个 八丝山药 这个片子 再做成那个 蟹肉里 山药木一块草 这个呢 丁里 再做成那个 拐物和辣味的 就是也是蟹肉 配料 枪锅 翻炒 瞧瞧 瞧瞧 张叔这架势还真是有点大厨的风范呢 就几下子 这山药木耳 麻辣山药就做好了 接下来要做的可是张叔的看家菜 拔丝山药 制作拔丝山药的第一道工序 过油 首先将山药块入锅炸至金黄 制作拔丝山药的第二道工序 熬糖 张叔说 这熬糖可是个功夫果 除了要掌握好火后 还得不停的搅动 否则 这糖可是要扒锅的 这一道呢 是张叔推荐的拔丝山药 大家看这个拔出来的丝有多长啊 深见这个张叔啊 这个厨艺超级精湛 拔丝山药 麻辣山药 山药木耳 看到这儿你可能要说了 这一时半活也学不会呀 哎 没关系 大不了咱蒸着吃 山药木耳 香 麻辣山药 入味 拔丝山药 细软绵长 蒸山药段 讲究的就是这原汁原味 瞧我们小气 来到这山药村里 可是大饱口福了 张叔说 这山药的做法还有很多 你要是有时间 到这山药村里住上十天半个月 他保你天天都能吃上不一样的山药菜 这个小季是有口福啊 尤其是在吃了这个张有福大叔做的这个山药菜之后啊 小季应该就更有福了 四道菜啊 看起来真是挺好的 要说是想吃 肯定想吃 但从健康角度讲 其实我比较推崇是两道菜 哪两道 一个是那个蒸山药 最简单 就山药棍 对 蒸完山药这最简单的 每个人都会 而且实际上它营案价值呢 保持的也良好 而且它又没有其他的添加物 也就是说 没有其他不科学的现象 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实用 就比较 每个人都可以吃的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木耳炒那个山药 这木耳大家都知道 应该说属于健康食品 木耳呢 实际上按中医来说 它有清肺 润肺 还有补血 一气的作用 它加上山药 先后天也补了 那应该说 我觉得这道菜 就没什么说的了 没挑了 就应该很好了 我觉得那个拔丝山药 看上去 应该也是感觉不存在 小鸡拿筷子 拉的那么长 对拔丝山药 实际加一户小 都考验都做过 而且很多人都爱吃 我也爱吃 但是我觉得 从现在 现代的科学和营养学来说 你想拔丝山药 它要用油锅炸 我觉得用油太多了 第二个 它还用糖 必须得熬糖 才能拔出锅了 看了很多的糖 所以我觉得 从这点来看 就是糖尿病患者 或血脂偏高的 我建议少吃 但偶尔吃一次 逢天过节吃一次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吃太多 是不好的 所以这倒是尽量不吃 还有一个 麻辣山药 这麻辣山药 我没吃过 我觉得这可能看的挺好的 看上去火辣辣的 但是有一个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了 中药里的山药 是干瓶的 偏补 也就是偏补的 都是偏热的 反过来再加上麻辣 热上加热 你想一般食性体质 就容易上火的人 吃完就火更大了 所以没有上火体质的人 吃完了也容易上火 这我建议 少吃为妙 麻辣山药 它可能就是 麻辣可能会削弱 把山药本身的 健脾养胃的功效 给降低了 没错 你说的 其实恰到好 就说的点子上了 因为你想 山药本来是助消化的 健脾养胃的 麻辣又刺激胃 所以往往就把山药 健脾养胃的作用 给削弱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配合 应该稍微欠妥了一点 刚才一说到 健脾养胃 我想起来 很多人去看中医的时候 尤其一些小孩子 中医有的时候会就说 这孩子脾养 脾养在儿科来说最常见 因为我做过十年儿科医生 上午这儿来的小孩 基本上个个都有脾养的症状 其实中医讲 为什么小孩脾养的比较明显 因为小孩 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也就是脏腑还没有发育完全 脾肠不足 为什么小孩脾养常见于面黄肌瘦 厌食发育迟缓 小孩现在吃凉东西太多 冰激凌品种非常多 我小时候可能就一两种 生活条件有些也不可能天天吃 但现在小孩一吃就一大块 就是含量容易伤脾胃 再一个第二个原因是 小孩从生长发育过程中 他就是脾胃比较娇嫩 很容易受伤 这个小孩就应该多吃点山药 对 多吃山药 应该说对小孩非常好 当然大人也有脾虚 经常大人有时候看病的时候 经常腹泻 经常腹脏 食欲不振 经常没劲 觉得乏力的 这是一般大人体系容易出现 我觉得用山药粥 是我比较推荐的 把咱们山药去了皮 然后洗干净切成块 还有一个 加上咱们平常吃的大米 这就可以了 把两个熬成希腊以后就可以吃了 对于慢性胃病的人 养胃非常有好处 因为大米是不是也比较养胃 没错 这个你想你的知识还是比较丰富的 大米养胃非常好 推荐菜品一 蜜汁山药 原料 山药 糖 蜂蜜 蜜汁山药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 首先把事先切好的山药段倒入锅内焯熟 已经达到面的这个程度了吧 来来来来烙着出锅咯 哇 的确是晶莹剔透的啊 跟刚才放进去这个铁锅山药可完全不一样了 山药焯熟后捞盘备用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调制蜜汁了 就是说放点糖 放点蜂蜜 就相当于是蜂蜜水 对 蜜汁调好后倒入锅内 煮沸后加入粉芡 烹调提示 在蜜汁内加入粉芡可以让汤汁显得更加粘稠 好 出锅咯出锅咯 来 就把这个蜜汁直接浇上就可以了 把这个蜜汁直接浇上就可以了 好 一点一点把这个我们精心熬制的独门蜜诀的蜜汁呢 浇到刚才煮的面面的山药上 蜜汁山药香甜绵软 这可是一道风味独特的甜品 推荐菜品二 月牙谷炖山药 原料 月牙谷 山药段 鸡汤 首先将鸡汤倒入锅中煮沸 咕嘟咕嘟汤已经冒泡了 鸡汤煮沸后加入事先已经超熟的月牙谷山药段 特别提示 月牙谷是猪腿上形似月牙的脆骨 入口脆香 炖煮五分钟后加枸杞 姜片 葱 盐 鸡精调味 可以了吗 秋师傅出锅了吧 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尝这道菜的味道究竟如何 这个容器好漂亮呀 我想在家的时候啊 如果要是很精心的设计一下 成菜品啊 烫品的这些容器啊 设计一下 我怕还是会增加食欲的好 而且会给生活当中增添很多的情绪 怎么样 电视机前那年闻到香味了吗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房间啊 全都充满了这道菜的味道 接下来我一定要替大家尝一尝 这个菜的味道究竟有没有闻起来那么香 哇 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非常的鲜美 而且它融合了好几种的味道 有骨汤的味道 鸡汤的味道 有一点点的山药的味道 但不是特别浓 所以要再吃一口山羊 特别的面 而且我发现山羊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跟什么东西在一块做 它就会吸收什么东西的味道 山羊吃起来感觉是肉松山羊 或者说是鸡肉的山羊 你把这个骨头和鸡肉的味道 完全吸收在山羊里面了 真的是太棒了 其实我真是没吃过 但我觉得它的配合特别好 中医讲它这个药膳 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配物 你比如蜜汁山药 山药有什么特点 大家都知道比较黏 含淀粉比较高 容易造成大便干燥 而它配了什么 配了蜜 蜂蜜 蜜润肠通片 所以吃了呢 寄取了山药的先后天豆腐的药性了 又不至于产生副作用 大便还通畅 所以说这道菜非常好 第二道菜 月牙骨山药 你就这么想 月牙骨是什么 是猪骨骼 脆骨 还有一个山药 刚才讲的有补肾的作用 所以这个脆骨实际也有补肾的作用 这道菜实际侧重于补肾 第一个侧重于补脾 所以从这两道菜来说 配合 我觉得作为药膳来说 应该是最佳了 它是人体的青道夫 它是健康的晴雨表 正常的尿色是什么样的 你有观察尿色的习惯吗 这小面是什么 注意观察 尿色发生改变 会亮出那些紧续灯 健康记录 看尿色变健康 下期播出